随着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热播 韩星金秀贤在内地的人群可谓是直接爆表 而5日金秀贤也是空降上海 出席由《飞吃小铺》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这场见面会现场聚集了300名粉丝 虽然都民军西还没有到场 也抵挡不住现场粉丝对他的热情 而当金秀贤抵达见面会后 更是点燃现场的尖叫和热情 尽管当天的亮相有些匆匆 不过金秀贤看似心情很不错 在主持人简短的采访中 不停卖萌上演表演秀 更有幸运的粉丝获得了近距离签名和合影的机会 对于中国粉丝的热情 金秀贤也是印象深刻 不过不过第一次进入初心 最初的热情热的流芒 最醒目的方式会感到 无论的感到 北上大台座 公界到此前就 在网坛上有进入 我目前在进入会的路上 有通路上的地路是 侦然有理解 His脖子 大起来的 小铁平台府 群人负责的 我认识到很高兴,我认识到很高兴,我认识到很高兴。 金秀贤通过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新生代巨星。 巨大的影响力使她成为了粉丝和品牌的宠爱,不仅活动门票一票难求,但颜身价也领穿新高。 而当主持人问及众多影视剧当中最喜欢哪个角色时,金秀贤也谦虚地表示道, 我演战的角色是所有的角色都出发了。 所有的角色都出发了。 我现在的金秀贤通过电视剧是很高兴的角色。 我认识到很高兴的角色。 我从2009年到2007年到2007年到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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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我认识到粉丝的心情时,多名近昔立刻换上了一副害羞的表情,自嘲大名男青年需要靠保养。 为了让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与粉丝见面 连续做了两碗面膜 在粉丝见面会上金秀贤也代表非思想铺品牌进行了捐赠 上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 用以帮助更多诗学女童重返校园 对于为何自己会受到众多粉丝和品牌的喜爱 金秀贤也腼腆地回应道 对于我认为它是自然的 和某些品牌的品牌 和品牌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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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继续感兴趣的 我认为它是不得的 和品牌的品牌 和品牌的品牌